聊個帶的開箱了 台北的老華夏改建 自己兼工 自己法寶 美式現代鄉村 像高級的AMB&B 這個是古倉門的設計 就炫富啊 你有去過的就會貼詞片 一定要炫一下 人生積蓄都在這 通常啊 沙發是矮背才好看 高背才舒服 所以我矮背跟高背我都要 我的辦公室也有這個問題 你這個是不是好像很不爽 你懂真的 因為就是老房 你沒辦法選新的 這邊很好拍圖文 對 一定要 所以檯面一定要是白的 你這一塊可以當攝影棚出珠耶 這我們心腸出來很嫩豔 這是真的耶 這是真的啊 很美耶 我感覺到你的龜貓 你跟阿滴可能還是 有得比 你們可能在網上 可能是同一個家族 在我們的課程內容當中 除了會分享基本的原則 跟觀念之外 你會分享我們在房地產當中的 實戰經驗 但我知道 對於精益求精的各位 這樣可能還不夠 所以我們特地的 也邀請到各方高手 為大家打造 不動產的 專業團隊 絕對是奢華的客座講師陣容 包含著律師 會計師 建築師 結構技師 每一位都是其專業領域的 九五至尊 在不規則且千變萬化的真實事件中 探討出我們如何殺你掏金 我們會從零開始 手把手 一步一腳印 整理出你所有會遇到的問題 我們會用輕鬆活潑 生動日常的節目方式 打造最好看的課程 系統章節分析 循序漸進 完整 動態呈現 買到不好的房子 不如一開始就不要買 如果一開始就買錯房子 那你連賣掉都很難 別擔心 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 財富盤明前一趴的精打細算 仔細研究 15年的房地產經驗 去過16個國家 參觀過上萬間房子 無視分享搭配整體規劃 帶你同步地產達人的世界 大家好 我們J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Jman開箱 去交個帶 Jman的開箱非常的特別 是一個台北的老華夏改建 那會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老華夏雖然老 可是只要很認真的裝潢設計 它住起來也是很舒服的 那華夏當然也是有優點嘛 例如它的公設比比較低啊 然後它的戶數可能很少 那先從他們家的外面開始講 我第一次看到 它外面這樣子 很像在飛機上面的這種 飛機的窗戶 所以有一種從外面 飛回來 Landing的感覺 然後你看 它這邊還有一塊小小的地毯 出去就是Depart 就是離境 然後回家 這是Arrival 所以其實非常的有儀式感 就是一個小巧思 我看一下 屋主是誰 沒錯 屋主就是Ted 不吵詐 歡迎參觀 歡迎來到Blair的家 Blair家 因為這個Blair是Ted的好朋友 大家如果在followBlair就知道 他們家其實也是 也是裝潢 從買裝潢到入住 已經花了好長一段時間了 先進來看一下 那有什麼問題 它家很敞亮 非常的大 而且已經把三連拉起來了 貢獻還是很舒服 對 而且這個女屋主我景仰很久了 她接觸到的女性觀眾都是我接觸不到 對 我們很羨慕她的女粉 對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襯她的 來吧 我們歡迎 掌聲歡迎Blair 大家好 我是Blair 太猛了太猛了 彭畢生輝 Blair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們家有多大嗎 我竟然覺得空間感很開闊 還行 我覺得真的是格局 設置的蠻好的 所以感覺開闊 會比想像中大 像你剛剛一來就說可能有 六七十 我以為有六七十 但其實實際才四十八左右 成狀是四十八 對 這是跟大家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老華現在的優點是相對公設比較低 它可使用面積會比較高 然後Blair 你們這個家從買 然後裝潢發包 這大概花多久 從畫設計圖開始好了 然後大概抓了十個月 哇 快一年 因為我們還包含了要打掉原本的 對 打掉也花一筆錢 對 那我們就是省下那個 可能公設筆的錢 然後室內的錢 然後再去換 倒垃圾 換裝潢的錢 對 因為如果你四十八瓶 買台北市的話 要買到八十瓶 對 要買到八十瓶 然後八十瓶一瓶 刷一百出頭腕 就好 也要盡意 對對對 好 那你的風格 算是比較美式嗎 對我自己定位是 美式現代鄉村 就是美式現在這個時期 你去他們比較鄉村的houses 就不是appartment 就是houses比較多那種木樁啊 木頭元素 的那個風格 其實進來真的還蠻精彩的 很深耶 來 Blau你在這裡不要動 好 我跟Ted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這邊有多深 有因為上次有朋友來他們說 直接沒玩桌迷藏那種 真的不講會覺得超過五十瓶 就是鬼抓人的東西 對啊 而且他的餐廳跟客廳 是完全沒有隔的 他就是全開放 全開放 但他其實可以看條件 可以隔廚法 很聰明 對 我們還是從玄光開始講 好 因為就是我剛剛前面其實在外面有講 欸你們很有巧思 就是外面是一個 Landing的感覺 對 對 然後Landing之後進來就是 世界地圖 這邊我可以特別講 因為太多人只要看到就是 喔這一片哪裡買的 就是比方說我們自己訂製的 蛤 對就是 自己印刷出來 畢部之外我們裡面還請鐵件 請他們做薄鐵板 所以是分開來的 才可以整個是窒息的 然後再用畢部的公司 就是在整個地圖上 而且就炫富啊 你有去過的就會貼磁鐵嗎 一定要炫一下啊 我一人炫就是這些磁鐵們了 哇塞 我人生積蓄都在這 欸我覺得這樣很有儀式感 對 因為我自己也蠻喜歡旅遊 我跟我男朋友都很喜歡 喔 所以你接下來的那個 你的地球迷霧要開哪裡 對啊可能就是開下半 我們這邊非洲啊 喔要去非洲 喔南美啊 喔南美很讚 欸既然日本這麼少 怎麼客氣 亞洲沒特別買 就是因為之前收集的時候 不是為了這個 就是收集好玩的 喔 所以現在你出國就會買 對快開始更留意 對以前只是好玩收集 欸我覺得你這個真的很棒 是因為我正常看到這個 放世界地圖的就是碧布 對 它後面不會買鐵件 對 這也是在裝潢的時候就要想到的 對對對 然後你的那個 落成其實是比較深色系的 人字紋 對 這設計師幫我們 搭配 因為我們可能整個空間偏白 所以這個小區域 可以做一個深色綜藝 這是雙色的木紋磚 對 它是磁磚 欸你這個 應該沒效果喔 應該不便宜 應該不便宜 它只會英文 不會再英文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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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語沒有那麼好 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其實從進門開始就是大量的 木板 線板 線板的這種 而且帽子的家都有 有帽子家 然後口罩的家 襪子的家 這種 系統版 對系統版 因為我們的板真的是偏多 櫃體偏多 所以其實用系統選了 如果我們很喜歡的樣子 就會比較划算 複製 也可以比較複製 還比較快 但我很喜歡的是你玄關的 這一個檯面的深度很深 剛好這個距離 因為這邊是樑嘛 所以我們剛好要切齊 你去修飾這根樑 應該說柱子啦 就不樂家看起來 就是簡約乾淨大方 可是它還是有很多細節在 你看喔 這個天花板 自由曲線喔 對 太奢的還是要奢一下 而且你的落唇區很棒的點 是可以完全拉起來 對 因為我們客人太多 鞋子太多 對 從外面看 重點是它有隔音的效果 然後這個拉起來 其實跟我們整個視覺牆的設計 是連成一體的 它的高度啊 它的設計 有耶 這很棒的 對 好我們重新回到公務領域 好那這個大家 我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他們這邊的格局 應該是設計師重新規劃的 你看喔它這邊很方正 然後它的房間都在各個角落 也就是說它整個規劃是沒有走到的 诶 評價好很好 對不對 所以才有你們那個錯覺 我覺得這是重點的精神 喔原來是這樣子 一進來就發現 因為房間各散各角 另外一個視覺 可以看來把它延伸 是因為我們客廳餐廳跟廚房 甚至到後面的後廚廠是 它是整個通透可以看到 對 對 所以你等於一眼就可以看到 整個家的最後面那個牆 對 其實這種物件是 反而老滑蝦的通風性比較好 對 我們通風很好 新的物件很難買到淺到厚 對 對 欸你們的沙發看起來很舒服 謝謝 這是 挑了一下 歡迎歡迎可以拉起來 腰腿仔的demo 對 就它還可以 你們可以自己 這個我覺得不錯 這個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通常啊 沙發是矮背才好看 高背才舒服 對不對 所以我矮背跟高背我都要 對就是你平常要好看 我平常吃要倒下來比較好 然後你真的在家裡面享受的時候 你還是要 這我不知道欸 對高背才可以支撐到腳步 對 對 高背才能夠耍背 但是矮背真的好看很多 對 另外一個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巧思 就是 因為我比較偏美式風格嘛 所以美式我在網路上滑一些圖片 它都一定要不要有腳 就是有腳比較偏現代 跟偏北歐風一點 對 你說不喜歡有那個金屬的粒粒的腳 對 所以這是一個我找到就盡量腳沒有那麼明顯的 因為有些沒有腳的可能它就不是我喜歡的風格 很細的 然後顏色跟布料等等 所以這一款是我喜歡 然後偏偏腳沒那麼明顯 其實布料是好堅持的欸 對我在小細節上滿堅持的 欸我剛好看到 就是 書房嗎 書房 男朋友書房其實很酷 對 但是在進書房前呢 因為我的辦公室也有這個問題 你這台是重新買的對不對 一定要啊 我跟你講 你這個是不是好像很不爽 你懂真的 因為就是老房你沒辦法選新的欸 對 因為你要搭配整棟的滑下 我還以為說那可不可以一樓拉一個自己的 他都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在 你幹嘛不做一個門馬上起來 他的設計 這光是買得到就不錯了 欸你買得到這是全新的欸 對全新買得到 因為原本的應該是已經泛黃 然後又破破爛 這真的是黃 一定是黃的 我的做法是拿去烤漆 當時我已經留了這個家給他 只是不知道沒有選不到好看的東西 主要是要花很多錢 然後做一個你用不到的東西 對 大家就不想做 所以我覺得最好的方式還是就是 可能用一塊比較好看的 譬如說蒼空玻璃 玻璃啊 對 就是那種有點馬賽克的玻璃也可以 終究還是會有一些 各有優缺的 難以客服的 要取捨啦 對 但是你外面做這些櫃體還是很舒服 一樣是同樣的 他一定要對稱 因為他這邊是要一直延續到整個電視 我們整個水平線是延續的 對真的 比較順 我感覺到你的龜毛 嗯嗯嗯嗯 就是在 這跟阿滴很像嘛 我覺得阿滴更瘋狂一點 對他表面都對稱的東西 好啦那我們進來看一下 好書房 對這個 這個你們男生介紹好像就很OK 欸這超爽的欸 這個 真的是L型採光 好那我特別跟大家講啦 因為Blade還是比較低調啦 所以我們可能窗景的部分 不方便拍到太多 但是 我們跟大家描述的就是 這個當書房 兩個人一起使用 是綽綽有餘的 這當書房有點太奢侈 工作很舒服啊 很舒服啊 而且有聽說這個 Blade男朋友是LG孔 待會我們會看到很多LG的東西 欸這邊還有多一個螢幕欸 所以Blade你偶爾也會再去辦公嗎 對 晚上下班 或是想要自己剪片的時候 我覺得 而且 你現在還會自己剪片喔 嗯 你會自己瞬間 我會 還是得要 我會這樣有這種tour啊 你什麼星座的 雙魚 這樣我代表就是 雙魚A型 跟我一樣欸 雙魚做A型 我雙魚做A型 雙魚都不負責任啊 怎麼會自己剪 雙魚很負責任吧 看來雙魚男跟雙魚女不一樣 欸難怪你看 美感很強啊 美感很強 它其實還是很多細節 你看它這個櫃體 從外面一路到裡面 全部是延伸進來的 就是這樣子 然後搭黑色的消光的五金 其實我們這邊有要堅持要對稱 就是 可是因為牆面的距離 沒辦法切到 每一個是正方形又對稱 所以我們還在這邊做一個假的 就這個很薄 還變成它的帽子的收藏櫃 你是為了 假櫃 是為了長一模一樣 對 就跟那邊 哇你跟阿滴可能還是 有得比 你們可能再往上 可能是同一個家族 好我們繼續來看一下這個公領域 這剛剛其實一直想講 電視很大台 電視的時候大家進來就會很小 對 因為我們客廳偏大 所以你如果電視小就偏小氣 我剛剛還以為超過85吋的 結果只有83吋 但其實我們有一點小後悔是 我們有做那個電視的框架 尤其是我們的 Soundbar 那個距離要是選剛剛好的 對啊 這可能不是我們首選 但是可能因為距離的關係 有那個跑的局限度 你只能選 對 這個 你們是不是做可以拉出來的 可以拉可以拉 我們可以拉一下 其實算好拉欸 好拉 其實還有一點是 因為我們客廳大 所以會蠻多人 坐在地上玩遊戲啊 看電視 它還有一個點是 它可以斜看 蛤 然後你坐在地上 這樣子玩遊戲 可以這樣子的喔 蠻舒爽的 其實我剛剛這一點 有想要講 因為我覺得 你們電視是太高了 算偏高 但是因為我們距離遠 所以還好 對 可是它居然可以這樣子 對 我覺得還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很酷欸 對 接下來是這個 餐廳 對 餐廳後面直接也是 雖然不算中道 但是有水槽 我們做了一個慶食吧台區 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廚房 跟主屋的距離偏遠 就剛剛有斜對角嘛 是 所以有時候正要喝水啊 煮個咖啡 不一定要找到底 然後這邊朋友啊 聚餐什麼 所以有個小冰箱 那裡面就是飲料吧台 冰淇淋啊 每天需要喝水 或是保健品啊 咖啡就在這邊 零食啊 就是這邊也都有 就是朋友來啊 可以這樣直接 這一區就是比較招待 而且你這椅子可以轉欸 對啊 有特別高的 應該是有這張不可以吧 就是 這幾張 主要的那幾張可以轉 天溫下的設計 餐桌的桌角 也是跳在一個美式的 對 我們是可以延長跟縮長 雖然我們是中間的長度 它可以更短一點 也可以再加 再加一個 就說可以到280 可以很多人聚會 對 因為我們朋友一來就是 蠻多人家人 有看到它那個 tarty的時候 對我們party是 就是230人可以擠在這裡 很溫馨的感覺 對 我特別想問這一塊 你這個磚是自己選的嗎 對 就是他們 選了一個最特別然後滿意的 像這個比較是燈光相很好看 對 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也有引力 然後光是個排法 我們可以自己挑 就是這樣排 我們就那時候就這樣玩 這樣好還是這樣好 就擺一個自己喜歡的樣子 它一樣是擺設器 但是有些特色在 剛剛講到party人多嘛 所以我們有一間房間是整個打掉 變成多功能式 它可以變成整個打開 可是關起來 它也可以變成第二間客房 或是 有麻將間啊 或小朋友來玩 可以把他們丟在裡面 這個我 上次看到是在日本會這樣做 就是它榻榻米 然後可以打開 滿好拉的 是這樣子耶 對 它抓得剛剛好 剛剛好餐廳的那個桌子啊 椅子還可以拉開來 對 裡面也是個小小的運動區 需要小休息區 小客廳的 隔音也蠻紅 所以你是小朋友 我就會把你鎖在裡面 屁不到我腳 那像這邊的設計 我們是 就是我們中式炒菜 一定會有油鹽 所以我們就是 廚房那個 也是這樣 它是整個延伸的 然後這個高度 也是延伸到我們的櫃體這邊 有 有看到整個 就是這樣狂出來的 對 然後剛好 它出不來喔 你可以出來啊 不然我們幫你結尾喔 好 謝謝大家 收看這支影片 他廚房是這邊先有一個冰箱 裡面有一個冰箱 裡面有一個冰箱 因為它就是這塊 它就是這個門拉起來 外面就是獨立的啊 然後裡面也是獨立的 而且我剛剛有靈魂拷問 Blade說 欸 你們家到LG控了 你又有這麼大的廚房 你怎麼不放一台敲敲看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就是 我要堅持美式鄉村的細節 我覺得你它的風格正不正統 在於每一個細節裡面 只要有一點點偏一點點偏 就會有點似不像 然後加上這個 我們選的風格現在比較 應該說台灣比較少見 所以不要不要說北歐風啊 日式 差跡風啊等等 所以你在台灣找到很物件 你會覺得 這個美這個美 這個現代我也很喜歡 但是在這個風格就是不適合 你單看你也是喜歡 對 但是要fit進去你就 對 就一定得去挑 就是忍痛 其實我真的忍痛 取捨了 就是敲敲門 還是沒有敲敲門 這比較像那個啦 每次恐怖電影晚上 然後都不 只開一盞燈 然後在那邊開冰箱 對 然後喝牛奶喝到一半 突然第一笑就這樣 咦 我其實最開心的是 很多朋友第一次來 他們就覺得 很像美國Airbnb的那種 很像很像 超像 就氛圍很像 那算高級的Airbnb 謝謝謝謝 你是很喜歡下屬對不對 欸 蠻喜歡的 講話不準 沒有啊就很少下 很少下 很少下 很漂亮 標準的 廚房都很漂亮 但我只是拿來看的 就很爽 因為它是一個很標準的 口字型 對 我們有家人的聲音 所以流暢啊 什麼都是安排過的 動線 動線 然後也很多 這也算是備餐台嗎 對 包含它的天花板 欸這個 我很喜歡你搭這種木質調的成績 主的木樑 木樑是故意搭 因為它不需要這個啊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搭這個木樑 就是更有沒事的風格 對 但它不是木樑 它有點是就是貼皮的 它是有建造的對不對 應該是一個暖色的 喔是白色的 喔哎呀這樣很舒服 舒服很多 晚上就蠻明亮的 真的是要做菜 非常香噴 而且其實 作為YouTuber 作為新媒體 雖然說就算你平常少下廚 這邊很好拍圖文 對 一定要 所以檯面一定要是白的 舒服 你這一塊可以當攝影棚出租欸 真的 你是想要轉那個吧 就是美食YouTuber 努力 有好廚房 可以朝這個方向賣 欸這採光很棒 對啊 有另外一個小細節是我們這個小窗口 因為我們有一個後門的設計 對啊 所以一方面這樣看起來比較通透 二方面有採光 另外後面有一個窗口 光線可以射進來 哈囉 這邊 這個是門一進來 然後買回來拎的東西 就直接放在這裡 家人出去可能不見得會知道 對啊 或是有人要進來也不知道 欸它這個要進來是一般的鎖 沒有它是電子鎖 它是電子鎖 那還行啊 其實講到細節 你們剛剛講到這些手法 因為其實我們去選手法 選了好幾家店 手法是特別去選的 因為我發現 不然就是它太雕花 太復古 太歐風 不然就太現代 它就是沒有任何的這種 凹紋 就找到這一款 我認為是 終於找到一個命定款 那種感覺 就還是需要有一些細節 要花錢去找 欸這塊門裡面是什麼 對 這個是我也很喜歡這個 它是古倉門的設計 就是它是有點像 喔 古倉 對對對 古倉然後它是滑動的 也是美國 像我們還故意東西像這個 有有有有 好像後面車庫裡面的那種 會放一些草草 像這是一個pantry 然後pantry也是一個 比較是歐美的配置 會有儲藏間 或是食物的儲藏空間 原物料啊 然後行李箱 我們都會放在這裡 對 轉過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也是鄉村風很重要一個元素 來 沒錯 就是這邊平常會 白天會喝咖啡吃早餐 對 我稱它為早餐霸台 早餐桌 然後晚上可以喝紅酒 對 陽光會灑下來 那另外它的小巧是 它是整個可以拆掉 然後這裡可以拆 拉起來 這個拆掉 整個空間就可以再更大一點 它是可以收下去 它是轉的 喔 然後這邊做格子嗎 儀式感 其實是因為這邊有一個 很大很大的柱子 你要去修飾它 對 要去修飾 所以柱子它的那個前座 設計師說 那可以做一個這麼淺的 那就是馬可悲強 或者洞洞板啊什麼 後來選擇 這沒放滿又覺得不行 對 會啦 這很快放滿了 很快又放滿了 你這個燈也是特別挑的啊 要fit這個造型 沒有 這個特別訂做的 就是特別去找 我就想說怎麼會有這麼剛好的 鐵劍特別做 鐵劍特別做 鐵劍在買燈條 你們的那個 後陽台 後陽台很大 欸這個是美式 這是會而苦的 這就是美式 終於喔 剛剛圓圓的想說 這應該會放LG的上下層 吞套不美式 對 對 一定要紅衣 就紅衣也才美式 這個行為 我覺得你的產品一定可以買 因為你好可以 喔 謝謝 上下一點錢 上下一點錢 上一下 而且重點是真的是 採光好的時候很舒服 很舒服 這邊是兩個大支線下來的 而且是一個超大補夢網 對啊其實每一個小細節 是每個國家收集來的 這邊它有一個後門 有一個後門 那當然因為今天都放了我們的雜物 對就不方便拍給大家看 但是它有前門跟後門 工領域看完了 我們開始準備要看私領域 然後呢在進私領域前 欸我很喜歡這一個 另外一個玄關的感覺 嗯 私領域的玄關 對 它是房子的正中間 所以它正中間 它需要一個圓滑一點的那種感覺 對所以這邊做一個圓滑的 這也呼應了我們這個邊 有 有 你這個邊機很美欸 對啊 邊機來自於一般選物 哈哈哈哈 Cycle Select 一般選物 是一個以居家商品為主的選物平台 除了我們選購的這個茶几之外呢 還提供了多種不同類型的商品 包含了優質的家具 居家擺飾 生活家電 生活用品 還有寵物商品等 我們在選購商品時呢 非常的謹慎 對於選品 品質 價格 以及售後服務 每一個環節都特別要求 以確保我們的客戶 可以獲得最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也重視客戶的體驗 因此提供會員制度 讓客戶可以享受更多的優惠和福利 現在加入會員 輸入Jermaine 2023 消費買1000元 全館都可以享八八折優惠 讓您更加輕鬆的選購新意的產品 那時候我就看到他們網站 我就覺得Ped 我這個一定要 不然幫我留一個 所以你是先挑邊機還是先做這個 其實是先做 然後我覺得這個太適合我們 太fit了吧 然後你的顏色都完全 真的是 不曉得怎麼會這樣子 連這個沙發的高度 其實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沒有來過你家 然後其實我也擔心 因為這個還有 大概有兩三個顏色 我堅持要淺色 對 你要感受到我的堅持 他說這要等兩個月 我說我等 它是一個 這個圓弧的造型以外 它這邊有一個植物 然後它是拿來放毯子 對啊 小毛毯 對在沙發 其實我蠻喜歡它 因為我們沒有茶雞 所以它其實 我們真的要坐在地上吃飯 然後看電視 它就變成這樣吃泡麵 然後就可以坐在地上這樣 可以這樣子喔 對 它可以有很多個形式 爸爸你家也需要吧 我覺得這個很不錯 好需要喔 對啊 我家很多東西很需要 我家電視也很需要 沙發也還 沙發也還沒 沙發也還沒 你就好好工作 你看課程還沒拍完 我想裝電視不行 我想裝電視看我自己的課程 好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下面 別吵架別吵架 接著帶大家看 就是 欸就是這種美式鄉春風 他們的浴室 應該要怎麼樣 對美式的 是很 是很道地的 你們都講成這樣 我真的要講一下 因為 就怕大家的期待太過頭 因為我們這邊很 我們宮領域很美式 所以在廁所啊 主臥我們有 跳了一點點小風格 但還是有點這個靈魂啦 來消毒我們兩個 好消毒吧 就是哪一間哪一間 左邊那個 我左邊 浴室的門的紋路比較不一樣 它也是果仓門 一樣是果仓門 一樣果仓門 而且它都是做這個木頭礦 請問美式的點 在哪裡 是不是 它就是一個比較偏童趣可愛 但是我們還是有 比較多木頭元素 但很美啦 很美 很美 而且挑了這個磁磚 這個磁磚也是不好駕馭 就你們剛剛有說 因為我們家偏白 所以我們在這種小空間 有去做一點 比較多的 跳出來的東西 跳色 那邊有蝦根 怎麼那麼香 從裡面香出來 對啊 它自己家出的啊 對 有沒有折扣嘛 給一下 這邊 JOMEN 已經設定好了 不知道到底在置入什麼 什麼都會置入 好接下來我們看他們的客房 好客房在這裡 客房就是可愛同趣一點 是小孩房吧 要生小孩囉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可愛 進入到本片的重點 還沒還沒 一方面我自己很愛 搜集這種迪士尼的玩具 然後我們有拼拼圖 所以就是把這些東西 湊合在一起 就有那種很同趣的感覺 這邊也跟外面一樣 對 你們窗簾是不是都還沒做 這一間還沒 因為我們這邊 蠻可惜的 就是我一直在等 我是訂製木柏葉床 所以它可能還在 製作中 還在床上 還在床上 可是這個以客房來說 算蠻大 雙人床 對 這邊之後應該還在做做 一點櫃子啊 可以放一些小櫃 所以我們才把電線放在這 然後這邊有一點點的 淺綠色 對 你上面電話把我做一點點的線板 對 呼應床單 有一定要呼應 一定要細節 好接下來有請 女主人不累了 帶我們進 你神聖的主臥吧 我跟大家講 真的我們心臟最會很嫩厭 他很可愛 他昨天 他昨天還那麼小 因為我很感動 很像媽媽看小孩長大 他昨天才這麼小 今天長開 這是真的耶 這是真的啊 那我覺得很感動 他一開始只有四片 這不是軟裝 他是真的在裝 我覺得 我真的覺得是因為你們來 他們在歡迎你 好 進不到我們主臥 來主臥來 喔 很美耶 這是另外一個香味 設計師一直想要設計 有一個房間是 有飯店式的設計 所以上樓飯店 它會有一個小客廳啊 或是小的更衣室 所以我的 自己女生的更衣室 我們把它做成 它是像飯店一樣 這個東西跟飯店很像 對 開門進來的時候 很像在一個飯店 然後你自己掛自己的衣服的感覺 有有有 它更衣室也不小 來偷廟它的包啊 簡單簡單的 好我們往下看 跑道型設計 對 跑道型設計 跑道型設計 是我自己 我自己講的台詞 我覺得這很像一個橢圓型 對啦 然後你很完整的一個化妝桌 這個燈就有一點女生夢想之一 對 除了更衣室之外 我就用了一個簡單的椅子 比如說保養 讓它拉出來這樣 喔 它旁邊 然後這樣就是化妝品 太爽了吧 而且這邊的櫃子其實蠻深的 櫃皮 然後就放一些背瓶啊等等 而且你這邊的櫃子 是不是唯一少數是不同顏色的 對 這邊就是比較奶茶色型 這邊就是有點刻意做一個 小小女生小房間的感覺 你的小天地 對 海菇有點小奶茶色 這個動線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廁所走出來 就可能就是 剛剛洗完身體嘛 所以就出來 然後選睡衣啊內衣 然後這個動線是剛剛好 然後保養完 然後就剛好走出去 然後另外一個是早上 就是真的梳洗完之後 你就在那邊整理 穿完衣服就這樣走出去 它那個動線是算過的 很順的 然後穿完衣服 那邊還有個全身鏡 然後可以檢查自己的樣子 那他男生的衣服 他的衣服就是這樣 他的衣服就是這樣 他衣服很多 我就這樣一點點而已 對他的衣服這樣 你就這樣一點點 對我這樣一點點而已 那我覺得你買太少 對啊 你應該把他的衣服丟掉 然後再放裡面 對你算客氣的 他也有兩個櫃子欸 對啊 沒有啦 大家如果認識他 他是永遠只會穿黑色 你都拿成幾件 對 五到十套的黑色 然後幾件褲子就是這樣 就簡單來拿櫃子 加一個睡衣的櫃子 然後我們來 重新回來看這個 主臥床的地方 你是大耳狗的粉絲對不對 大耳狗 對 你連拖鞋都是 對一定要 就是從幼稚園小學 沒有小學開始 所以你是很忠誠的 忠誠 就自己的小空間可以療癒一點 然後整個房間的氛圍跟定調 跟外面就是 一樣是美式 但是不同方向的美式 像剛剛說有點像是都市型一點點的 偏沒有那麼多鄉村 沒有床頭櫃 對床頭櫃 沒有一個自己立下來的 對 因為有床頭櫃就會比較傳統 對 我家自己現在也是這樣子 對 也是上面有一條線燈 而且你這兩個燈應該是暖色燈吧 晚上就是這樣子 這個燈的顏色就是要配威士忌 對 放一杯威士忌 然後聊天啊 對 睡前的聊天 最後我們看到他們 浴室的 長紅玻璃 整間浴室都是玻璃 真的欸 我覺得浴室採光沒有到 它應該是整個家裡面最不好的一個台北 但其實它其實還是有對外窗 對 其實它剛好對外窗是我們設局的天井 對所以我覺得 我很喜歡那種生活感是 白天不用開燈就可以進浴室 對 那這種生活感需要用外面的 你想要吃外面的採光進來 對 而且浴室全部用玻璃隔間的話 因為反正玻璃有防水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很薄 如果你是牆壁的話 不會吃空間 對 它省了很多空間 那其實因為 在主臥室裡面的浴室 是 其實不太需要隔音 對 所以它這樣子做就很不錯 而且基本上玻璃隱密的話 隔音也是 還行的 對 而且雙面盆喔 對 所以想說自己的家都要自己裝潢了 對啊 小堅持一下 再小的盆都要雙面 而且它的浴缸很舒服欸 台北市有浴缸是 這個可以是第二個比較不滿意的地方 不滿意為什麼 露掉一個細節是 淋浴本來地板就會做斜的 因為它會倒水到 水往這邊流 所以我們浴缸會沒辦法 就是它的水會激在它的右手邊 所以我們現在把浴缸還抬起來一點點 就我們現在下面掉了一個東西 這個很細節欸 這個很難發現 這個是完全是使用過後才會發現 要用才知道 這個就是泄水波度啊 這個到時候我們可以再討論 但不過給它 大家看他們的浴室 它連地磚都是 人質的欸 比較少在浴室看到小 對 好感動喔 就是小人看到這個細節 主臥進來的時候 剛就有發現是人質瓶的 對 呼應 其實這塊磚跟玄關的磚是同一款 同一塊嗎 但顏色不一樣 顏色不一樣 哦 到了裡面才是一般的品質 對 然後衛浴設備我就是支持台灣品牌 嗯嗯嗯 因為我覺得 滿好看的啊 我覺得 我也喜歡他們黑色的就是 就漆黑的設計 對就是消光 消光黑 其實黑色的水龍頭 如果你挑國外品牌很容易很貴 對 我覺得台灣這家做的就是 對 外型非常好看 然後也當然也很適合 而且黑色的不但貴 很多時候要等很久 對 對 真的 有到半年起跳 真的 疫情的那個時候 好 那最後呢 要來跟那個 Blair聊一下 就是新家很漂亮 謝謝 聽說你是自己 自己兼工 自己發包 對我們家人自己兼工 為什麼我當初會做這個決定呢 因為我以為 像我們就很忙 會 全部丟給設計師 我覺得最主要是 有一個關鍵是 我們家人對這個有興趣 然後我會有興趣 有那個PASSION 是最主要的 他喜歡來這裡看 比較樂趣 然後有一點小經驗 就是你至少懂工種啊 或是時間啊 排程等等 我覺得完全不懂的人 完全不推薦自己 對我自己不敢 就是一開始 千萬拜佛不要 我覺得至少一定要有經驗 然後你要有很大的興趣 剛好這位家人他又是 幾乎有全職的時間在這裡 所以如果他又是要兼職要上班 其實我也蠻不推薦的 如果你設計師全層定的話 你會很多事情就會不太清楚 你現在住的房子 很多的細節啊 格子或是 印裝下面 藏的東西是什麼 對 然後第二個是 真的會省蠻多的 對 但是你們是有付設計費 我們是有付設計 我們是跟設計師買圖 買圖 對對 跟朋友轉介紹啊等等 那我也蠻推我們家的設計師 因為我覺得細節蠻多的 對 我覺得這種就是 女生會要求的 對 而且最前面講的 你說盡量把這個房間四散 讓整個評校沒有走到 其實這個就很棒 對 然後我覺得就感受到 Blair對於他的 現代美式的堅持 對 包括了各種 鄉村版 鄉村版 我覺得是很少見的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然後之後Blair應該也會在頻道 再多分享一些 包括自己家裡的一些細節 對 也可以從我的角度去的tour啊 然後Blair平常頻道會拍很多 相關的影片 大家記得訂閱起來 他還有自己的電商跟品牌 對 歡迎最多 那就今天感謝Blair 也感謝三好現在三好我的Ted 謝謝同學 以上是這一次的就是要看房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就當時候我們做完才發現了一個問題 Sony有一款 我沒有要業配 但它是可以擺在角落 然後是擺設的 我再提給你 好好好 沒問題 那它是Sony 就不是LG 那個強迫症就會發作 他跟你說先不要 這三好想換掉 顏色 面板 我想挑 所以是有面板可以更 超多 超多 真的假的 快傳連結傳一下 所以有漂亮的 而且有贊助商叫他介紹 這不就是極簡 還有金屬感的啊 就是木頭色的 因為是板色配那種 有 再講上去靠邊業配 還是我們安排一個 就是你們就住那邊 然後自己改改造一下 哈哈哈哈